我叫陈旭胜 来自山东几宁 来韩国今年第五年了 疫情之前学一学韩语 偶尔地弹一下吉他 然后经常会和菲律宾 越南的一些外国朋友 打打打篮球 星光球 现在因为疫情可能在宿舍里写写字 然后背背诊词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今年春节 陈旭胜继续选择在韩国过年 第二次 想家吗 肯定想家呀 最主要还是想父母 因为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嘛 时间长了 不都说儿行千里牡丹幽嘛 好在这个春节 陈旭胜也并非孤身一人 大批在韩工作的中国工友 都选择了就地过年 老乡们的聚会 为异乡的春节增添了一丝年味 春节就我们几个 还有我们三个河南的嘛 我们就自己包包饺子 做个饭 买点酒喝一下 就这样过一下就可以了 以前过 我们这边就买些 我们过年要吃的东西 商务部住韩伴 花的又春年 不许的把贴在门上 再也洗清洗清 就是几个人吧 在一块儿 坐在一起做个饭 吃个年夜饭 本来春节也是团圆的时候 在这边更没能够家人团聚 最后这几个工友在一起 也算一个团圆年 在这个特殊的春节 期盼疫情消退 尽早与家人团聚 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回家团圆 我这个也是希望疫情早点快点结束 然后能够恢复正常秩序 能够尽快和家人去团圆 新年我希望这个疫情 给你尽快结束吧 就是既然我家人也这么担心我 如果疫情结束了 好短了 让他们来看看 我在韩国生活的地方 面对镜头 工友们不约而同地 对家人说出了同一句话 别为我担心 就是让他们在家吧 就是注意好身体 我在这边挺好的 也不用担心 希望家里人都过得开开心的 过年 不要对我什么担心的 我在这挺好的 让父母别为我担心 我在这里一切都平安 虽然不能回家 但是我还想对家里说一声 不要再担心我 我在这边挺好的 然后对家里人说一句 就是你不要太担心我 然后我们在这挺好的 来到韩国三年一直没回遇 也挺想孩子们的 希望你们在家都好好的 爸爸在这里也挺好的 我在韩国这边挺好的 祝父母身体健康 万事主义 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